第六百零九章 刀剑 下 中瑞没有一上来就贸然使用灵情查看,而是从口袋里掏出一副白手套,戴在了手上,拿起距离自己身体最近的一把放在刀鞘里的日本刀,仔细地把玩了起来。 这剑赏古玩,上手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。金老师的那位老师,庄瑞曾经见过的那位国学大师曾经说过, 我之所以能指出某件古玩的真假,是因为我知道真的在哪里,并且我也见过,见得多了,真假就能分辨得出来了。 大师的这段话就能说明,有了丰富的上手经验,有时候很自然的就能感觉出真假,因为假物件上并没有那种沉重的历史沧桑感。 当然,这些细微处是刚入行的新人所无法体会的。 庄瑞现在手里拿的这把武士刀,是典型的日本刀风格,庄瑞连着刀鞘笔划了一下, 这刀带饼的长度几乎在一米七左右了,从地面一直能到自己的肩膀处。 武士刀的外表装饰华丽无比,刀鞘卡扣处都是纯银相欠,刀鞘的一面上雕刻着武士人物花卉重鸟。 刀鞘上面的人物图案已经有些模糊了,似乎是被人经常把玩,摸得有些难以辨认。 在刀鞘的另一面,却是雕刻着一幅春宫图案,上面一个日本女人宽衣解带,风情万重。 当然,看在庄瑞眼里却是风骚无比。 奶奶的,岛国历来都是这传统啊。 从这把武士刀的风格上来看,应该是十五世纪,风尘秀吉那个年代的,保存了五六百年。 如果这把刀是真的,那还真是价值不菲。 耍的一声响起,庄瑞将武士刀抽出了几寸长短,顿时一抹亮光映入到眼帘里。 刀身上是有名的平面碎段附体暗光花纹,看上去极为细腻。 这位朋友,您怎么看这把刀呀? 虽然感觉像是真玩呀,不过庄瑞对这类物件没什么研究。 当下合刀入校,就准备用灵器查看一下,只是刚准备看的时候,就被人给打断掉了。 庄瑞有些不快地抬起头来,见到面前站了一位身材高大的年轻人,穿着很时髦, 手里也拿着一把武士刀。 见到那人手里的刀之后,庄瑞才发现,自己这一面店老板所谓的真物件,基本上全部都是武士刀。 也不知道他从哪逃动出来的,难道当年打鬼子缴获的武士刀,全部被他收集来了? 想到这里,庄瑞心里对手中的这把武士刀产生了一丝疑惑。 狮有反常,闭为妖,很多看上去不合常理的事情,都是有其根源的。 啊,对不起,我先做个自我介绍,我父姓黄甫,单名一个云子,收藏古丸刀剑有好几年了,以前是在国外玩,很少和国内的同行交流,很希望能认识您。 见到庄瑞半天没有搭理自己,黄甫连忙做了一个自我介绍。 你好,我叫庄瑞,虽然也喜欢收藏,不过不是玩刀剑的,要是别的物件还能交流一下,如果是刀剑,我可不敢献手啊。 俗话说,伸手不打笑脸人,这个叫黄甫连的,如此有礼貌。 庄瑞也不好意思冷面相待,当下也说出了自己的名字。 两人在对话的时候,那个老板一直都站在旁边。 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,那位老板走过来开口说道,两位,你们先聊着,我出去打个电话。 土老板,您先忙,我们自己先看看。 黄甫和这老板看似很熟悉,没有在意的摆了摆手,而庄瑞却是略带深意的,看了那胖乎乎的老板一眼。 这莫非是联合下的套子? 在古玩行里下套子的手法,那是多不胜数。 托儿装作顾客,装作专家,来引导别人购买假玩意儿,这样的套子已经是不多见了,原因就是手法太低劣了。 不过庄瑞看着黄甫倒不像是做托的,因为他太年轻了,从面相上来看,恐怕比自己还要小了好几岁呢。 这一般的托儿可都是老奸巨华,这么年轻,很难震得住场面的。 黄甫兄弟,你玩这行有多久了呀? 庄瑞随口和面前这人闲聊起来。 您别看着闲聊,也是有讲究的,行家能在几句话里就了解到您的来历出身,并且能延伸到您拿出的物件上来。 不过这些就带了点江湖手段了。 虽然庄瑞不玩此道,但对方更像是个新手。 几句话聊下来,庄瑞倒是套清楚了对方的来历,还真不是个托。 原来这黄甫云还是金大毕业的,并且年龄比庄瑞还要大上几岁,只是看起来面相比较年轻。 黄甫云毕业之后,就出国读研了,他念的是法律专业,在国外做了几年律师,在一次国外的拍卖会上,见到了中国的古代刀剑,当时就被吸引住了。 后来,黄甫云花了几万块钱,把那古董剑拍了下来,从此就一发而不可收拾,彻底迷上了收藏古董刀剑。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,他都有收集。 按照黄甫云的话说,他现在正准备出书呢,想写一本国内关于刀剑收藏的注录,这的确也是国内古弯注录里面的一个空白。 黄甫云,那您看,这些武士刀是真还是假呢? 经过两人的聊天,中瑞对这位不务正业的律师很有好感,最起码别人出国拿了绿卡,那也是绿皮红心,想着把国外的宝贝往国内弄,比那些走私文物的贩子强多了。 哦,以我的看法,这是一笔日本丰田秀吉时代的武士刀。 按照这里老板的说法,是从日本一个家族里收来的,可信度很高。 我前段时间买了两把,老板这里到货了,我这就再来看看的。 黄甫云也是从小一帆风顺,长大后又自创了一帆事业,所以说话的时候十分的自信,几乎就断言这些刀剑都是真物件无意了。 庄瑞文言,若不可查地摇了摇头,他刚才产生疑虑的时候,就用灵气查看了这批武士刀。 结果让庄瑞很吃惊,这些刀全部都为赝品,而且刀里面的结构都是机械压出来之后,再重新锻造打磨出来的花纹,并且是做旧的。 做这批武士刀的人,应该也是个行家,对日本刀的历史风格研究极深,最起码,庄瑞没有用灵气查看的时候,也是已经看走了眼的。 如果他是收藏刀剑的玩家,说不定就会出手买上一把的。 黄甫云,您是花多少钱买的两把刀? 庄瑞出言问道,黄甫云私下看了一眼, 压低了声音,小声说道。 两把五十万,本来这老板出家一把就要五十万的,后来被我给奖下来呢。 庄老弟,你待会儿要是看中了,咱们再给他压压压,或许还能便宜点。 庄瑞看着这一脸好意的哥们儿,很艰难地往肚子里咽了一口口水,问道。 两把五十万人民币? 奶奶的,虽然哥们儿您赚的是美刀,那也不能这样糟蹋钱呢。 就这刀,两把五十块钱,庄瑞或许还会买,挂在家里,好歹是个装饰品。 不过五十万,那只有等庄瑞脑袋袖斗的时候,才可能将其买下来吧。 对,这种十五世纪的五十刀存是很少,在去年纽约的一场拍卖会上,差不多相同的一把五十刀,拍出了十八万美元的价格。 品项还不如这里的呢。 幸亏我没赶上那场拍卖会,不然就亏大了。 黄甫云一副庆幸不已的模样,看得庄瑞是哭笑不得。 哥们儿,你还不如花了那十八万呢,怎么也不会比买到这两把现代工艺锻造的破刀闹心吧。 黄甫云,庄瑞正要挑出这刀的几处毛病讲出来的时候,突然看到那店老板走后门走了出来,连忙改口说道。 我对刀剑类古玩真的不是很了解,刚才在外面随便买了两把玩玩,看到这店的名字才进来转转的,您不用参考我的意见,自己喜欢就行。 都是在潘家园换饭吃的,庄瑞绝对不能说这些东西是真是假,否则,杂人饭碗可是大忌。 这老板虽然现在不认识庄瑞,但是日后说不定就有认识的一天,庄瑞可不想接下个仇人被人惦记着。 不过庄瑞还是非常隐晦的提示了黄甫云一句,古玩行里经常说的一句话, 自己喜欢就行,这话一般都是安慰那些打眼交学费的人,这黄甫云要是悟性够高,说不准就能听出来。 庄瑞话刚说完,兜里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,庄瑞拿出电话,对黄甫云和那店老板打了个招呼,悠悠然的出门接电话去了。 自己能说的都说了,黄甫云要是再上当的话,恐怕这次的损失就不是五十万了,那里的五十刀最少有七八把,小两百万可能都打不住的。 电话是赵寒生打来的,听猴子说,庄瑞来到了潘家园,老赵对庄瑞这种过家门而不入的做法很是不满,打电话过来抱怨了几句,直到庄瑞说这就过去,那边才挂断了电话。 庄老弟,庄老弟,慢点,走慢点,等我一下。 庄瑞刚挤进人群里,就听到了后面传来黄甫云的声音,回头一看,那哥们儿两手空空的刚从店里走出来。 削铁如泥,上。 黄甫兄,怎么,没买点什么吗? 庄瑞回过头去,见到那店铺的主人还站在门口,当下也不好多说,随口问了一句。 下次再来看,今儿个想认识一下庄兄弟,走,一边走一边说。 黄甫云再怎么说,也是律师出审,这点察言观色的本事,不比庄瑞差多少。 当下背对着刀剑斋,给庄瑞使了个眼色,两人一起挤入到了人群里。 妈的,早不来晚不来,偏偏这时候来,晦气。 刚才送黄甫云出来的那店铺老板,此时脸上的笑容早已不见了,冲着两人的背影吐了口唾沫,愤愤不平地在心里骂了起来。 他店里的这批武士刀的确是假的,都是从河北和天津两地定制来的,那里有一些工艺品厂,专门定做古董刀剑,作为家具装饰之用。 这老板原先定制了两把,没想到遇到了黄甫云,编了个从日本破洛家族收购的故事,居然卖出了五十万的高价来。 这让他尝到了甜头,连忙又定制了十多把,约了黄甫云今天来看货。 没想到,黄甫云为了结识庄瑞,连刀都没看完,就走掉了。 当然,庄瑞在店里表现得中规中矩,店老板倒是没有怀疑什么,和黄甫云另外约了个看货的时间。 只是生意没做成,这老板心里有那么一点犯嘀咕。 老板,您这事办得不地道啊,到了潘家园晃悠,自家的店都不来,太说不过去了吧,不行,您要给个说法才成。 钟瑞一踏进宣瑞街的大门,就被赵寒山给堵上了。 老赵本来就是个爱交朋友的性子,要不然,也不会因为交朋友吃亏上当。 这段时间,和庄瑞相处下来,也成了关系不错的哥们儿,所以说话很是随便。 小庄,你来了。 坐在那个阴章石后面的葛师傅,见到庄瑞后,连忙站起来打了个招呼。 他可不敢像赵寒轩那样说话,放在旧社会里,庄瑞这就要叫做东家的。 说法? 那这样,晚上你们找个地儿吃饭去,餐废算店里的。 对了,大熊呢? 庄瑞进到店里看了一眼,却发现,除了猴子和另外一个店员在,大熊却是不在。 赵寒轩笑了笑,说道。 让那小子进货去了,多跑跑渠道,以后上手也快点。 老赵,你这可是逼我给你加工资呢。 庄瑞有些郁闷地拍了拍赵寒轩的肩膀,看起来,这老小子还是没死了出去单干的心思。 不过这也不奇怪,有谁不愿意做老板,而去当伙计听别人使唤呢? 不说这个,不说这个,我可是给你卖身两年了。 赵寒轩笑着岔开了话题,看到庄瑞身后还跟了个人,问道。 老板,这位是…… 哎,你看,差点把贵客给忘了。 庄瑞一拍脑袋,将黄浮云让了出来,说道。 刚才看物件的时候认识的,黄浮云,美国的大律师,呃,也是古玩刀剑收藏的行家。 庄兄弟,你就别再喊善我了,还行家呢,丢死人了。 对了,我是不是该叫您庄老板呀? 黄浮云一直很安静地站在庄瑞身后。 说老实话,他对庄瑞的身份也是很好奇,比自己还要年轻几岁的人,居然在潘家园开了这么大一家店。 庄瑞笑着摆了摆手,说道。 别,我这老板做得不称职呢,您还是叫我老弟吧。 庄老弟,您才是真正的行家呀,刚才一定是藏拙了,库儿内还真是藏龙卧虎呀。 想到庄瑞当时在刀剑斋说的那句话,黄浮云心里对自己花了五十万买下来的两把五十刀,信心也变得有点不足了。 其实黄浮云当时也有点疑惑,不过在看货的时候,有一位说着日语的老人当时也是有意购买,并且和黄浮云抬了几次价格。 黄浮云也就没有多想,直接给拿下了。 只是现在回头想想,发现其中的疑点甚多,而且在自己购买了两把五十刀之后,又突然出现了十多把,这也让黄浮云疑心大气。 不过人往往是当局者迷,黄浮云也是在庄瑞点拨之后,才慢慢地将心中的疑斗无限扩大的。 黄浮云想的没错,那日本老人的身份倒是真的,不过却是店老板花钱请来的托。 可见现在的古玩店为了做套,花费了多少功夫。 单单是请那位临时演员,那店老板就掏了一笔不菲的演出费。 当然,那托儿现在估计早就回日本了,这事儿也是死无对证。 即使黄浮云找上门去,也是拿那店老板无可奈何。 古玩向来都是买定离手的,并且发票也开的是工艺品。 黄浮云是一点后掌都没法找的,坐局下套,尤其是开店铺的人,是绝对不会留下任何尾巴的。 怎么了,被人吊着了,损失大不大? 赵寒暄对这事儿敏感得很,一听两人的对话,就知道黄浮云估计被人给下了套了。 差不多五十万吧,这国内的假玩意儿可真是多呀。 黄浮云叹了口气,他是从国外开始喜欢上刀剑收藏的,本以为国内遗留的真玩意儿要多一点,谁知道,第一次出手就栽了个大跟头。 赵寒暄这会儿也算是看得开了,听到黄浮云的话后,自嘲地说道, 老弟,就当是花了五十万买了个教训吧,哥哥我可是被人设局,骗走了八百万啊,连这店都改了姓了。 黄浮云不知道这事儿,追问之下,也是摇头不已,自个儿还真算是幸运的,第二次就遇到了庄瑞,否则的话,恐怕还要往里面砸钱。 不过黄浮云对庄瑞是如何辨别出真假,还是一头雾水? 当下看向庄瑞问道, 庄老弟,我瞧您刚才只是看了看刀鞘,对于里面并没有细看,您是如何看出这刀有问题的呢? 里面去说吧,也让您看看我刚才买的玩意儿。 庄瑞见到店里的人有点多,和葛师傅打了个招呼,带着黄浮云走到了隔间里。 赵寒暄自然也跟进去了,他想见识一下,庄瑞又逃到什么好玩意儿了。 黄浮秀,您先看看这两把刀剑。 庄瑞进到隔间之后,把包裹在那两把刀剑上的报纸都给拆开了,小心翼翼地放在了桌子上。 秀成了这样,价值不是很大呀? 黄浮云见到两个烧火棍一般的玩意儿,眉头不禁皱了起来。 温庄瑞要了副手套,戴在手上,先看起了那把刀来。 这把应该是两汉年间的铁质还手刀,不过刀柄已经腐朽了,而且刀身氧化得太厉害,不值得将之打磨出来了。 黄浮云还真是在刀剑上下过功夫,略微看了一下,就掏出了身上戴着的钥匙,在还手刀孔洞的地方掏了几下,把那里的铁锈给出去了,将原本上环的孔洞露了出来。 哦,这个我准备自己打磨一下,应该不麻烦的。 庄瑞买的这把刀价值不大,是准备拿回家找块砂轮打磨打磨的。 黄浮云听到庄瑞的话后,连马说道, 杭老弟,好刀可是不能胡乱磨制的,那会伤了的。 哦,还有这种说法,黄浮云想来听听。 庄瑞对于瓷器的修复,多少还了解一点,但是对于刀剑的保养,真的就是一窍不通了。 刀剑收藏是近几年才兴起的,就是德树对这类古丸也不甚了解。 庄瑞,这刀剑眼磨,如果不是专业人士的话,很容易就会把表面覆盖层的硬钢都磨掉的。 那样,争霸刀剑的外形就会发生改变,这是大忌呀。 黄浮云难得和人交流刀剑的收藏知识,当下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。 刀剑收藏没有潜力可言,黄浮云所说的,都是他这几年积累下来的经验,确实让庄瑞和赵寒暄大涨了知识。 原来,刀剑眼磨虽然会使得古董刀剑重现美丽的花纹,但那却不是刀剑本身所有的。 这样看上去虽然好看,但是失去了古丸刀剑所独有的那种韵味。 看在行家眼里,却是价值大减。 在日本,一个优秀的研磨师,打磨一寸的刀剑都要收取一百美元的研磨费。 处理一把刀剑可能花费的时间需要半个月之久,所耗费的精力不是一般人能想象得到的。 并不是说随便拿来磨制一下,就能重现原本的风采。 古丸行里曾经有这么一个故事,有一位古丸贩子下乡去收购物件,看中了一件老乡家里的六角檀木小方桌,于是出了两万块钱的高价买下来,准备第二天带走。 谁知道,第二天去到老乡家里一看,那原本包浆浓厚,古朴雅致的方桌,居然变得像是新的一样了,上面还有味干的油漆味道。 古丸贩子历史大惊,问起根有,原来是那位老乡,感觉对方两万块钱买了旧桌子,心里有点过意不去。 于是,晚上找了沙纸,将整张方桌打磨完之后,然后又用油漆给刷了一遍,自敢对得起这两万块钱了。 只是这么一来,却使得那古丸贩子吹凶顿粗,最后钱也没给,转脸就离去了。 这就是古丸保养不当所带来的后果。